Hello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因为最近长口腔溃疡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好 这里还有一颗宝宝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话可能有点怪哦 上一期我们说到S级英雄正式全面进攻 纷纷往怪人巢穴深处靠近 闪光则率先遇到了夜火和疾风两位龙级怪人 最后以仪式闪光站一箭双雕 将两个怪人一起给办了 而此时另一边十岁的天才童帝也正在秘密行动 并且还密切地关注着各英雄的活动 那么接下来他又会遇到哪个怪人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而此时另一边十岁的天才童帝也在秘密行动 并密切地关注着各英雄的活动 操高速移动着的应该是Flash吧 那之后就停着没动了,发现器故障了吗 看着眼前的地图,童帝虽略感疑惑 但想了想以他们的能力应该能独自应对 并也为过多担忧继续往目标靠近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得先救出冷制 这样他们战斗起来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恰似一个怪人突然出现,欲行图谋不轨之事 但下一瞬间就被射成了个马蜂窝 而发出这个攻击的便是迷你章鱼坦克8号 对进入警戒领域的移动物体 直至其傲氧化碳排放量归零为止会不断射击 头都不转一下,同地的目光正落在旁边的小房间 走近一看竟然是金属骑士的机体 好厉害,居然把经历过了无数夸张的耐久测试的骑士 虽然听说是被怪人王大蛇干掉的 但到底要有多大的攻击力才能破坏到这种程度啊 光是想想同地都觉得胜得慌 不过转瞬间就恢复了冷静 还是震慑要紧 随即便将数据线插入到了金属骑士的脑部 既然那人不告诉我的话 就只好提取集体上残留的数据了 手上不断操作,脑袋不停运钻 这被整理的紧紧有条的残骸 同地多了似顾虑 这一看就是有人想将其重新组装 而且某些部件毫无损伤 被封建得相当漂亮 那么,这里肯定有精通这一领域的人 如果这种机械技术被怪人利用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嗯?找到了?这个是 看着电脑上 那已经用雷达探测器画好了的 通往人质房间的正确路线 同地烦躁地挠了挠头 那个人,已经知道到这种程度了 居然还拒绝协助 算了,吃根棒棒糖压压经吧 但他才刚舔了几口 一托外人突然出现 挡住了崎岖鹿 这个是你造的吗? 真是个幼稚的设计 而他便是凤凰男 一个因脱不下身上鸟玩偶服 而变成了寡人 是干部吗? 咳咳,这问的有点尴尬 不过为了尊严 凤凰男还是进行了一波强行解释 虽然我不是干部 但也是忠诚管理 只有足够优秀 才能做到我这个位置 总之,组织里有各种自己的规矩 像你这种陪英雄名号 聪奔头脑的小鬼 是理解不了的 你只是个稍微有点聪明的小孩而已 就因为话题性很高 而被称为S级英雄 被吹捧,被宠爱 所以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这里安详地死去吧 而我,除了自己谁都不信 寡人协会对我而言只是个踮脚石 总有一天我会取代大蛇大人 多奏其王的美好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此次他 在海登级只是鬼而已 随后便自信慢慢地使出了一记 会攻击 然后下一秒 他的野心却成了个笑话 只轻轻地装上了一层薄膜 过来脑子是个好东西 在凤凰男说话的期间 童帝就已经布置好了这个现金 怎么样呢,这个滋味 我将其命名为烦恼屏葬 对瞬间的攻击 可是能够发挥超强的耐久性哦 虽然可以深情你,让你带路 不过,我现在的心情不大好 手好拨摸,启动按钮 童帝的背包瞬间十八般武艺起开 插了插了几下 凤凰男就奄奄一息了 有想法是好事 但若你真的优秀 就不会加入怪人协会这种地方了 呵呵,那天我不也一样吗 谢谢你 这下我也稍微冷静些了 另一边 一群怪人自百无聊了来 守在牢房门口 看着青蛙躺而晃自地溜进牢房 也没了想法 不过我干嘛倒是被吓了不轻 这傻蛙 干嘛挖着人家的嘴巴不放呢 而这动静自然引得了怪人的注意 于是没一会儿 现场就变得消烟弥漫了 什么啊,这个烟 不好,这烟有 毒 我干嘛军 我来救你了 然后此时 玉泥水母已偷偷溜了进来 并在其毫无防备的状态下 使出了玉泥重击 直径同地在防御灶的保护下 是毫发无伤啊 有毒气不起作用的类型在吗 唐叔动箱化作激光剑 敲散的来个鸡刀 但还是不起作用 不甘心 同地又是18番武器漆开 可结果还是一样 你打完了吧 打完了,该轮到我咯 这是什么 只剑一根黑管 正咕嘟咕嘟地往他身体里灌着不知名的液体 蓝油 焦火锅好大,快点离开吧 可以把刮刮面罩摘下来了 身体怎么样啊 嗯,肚子好饿啊 姑且先把这个喝了 营养果冻,时间紧迫,边走边喝吧 山河瓦钢吧不但不感谢 反而发起了老嫂 抱怨他们来得太晚了 但同地可不会纵容你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去吧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他们 有什么来了 我先用遥控兵击退他们 然后再前进吧 操控着遥控兵同地率先发起了攻击 打下一秒就被轰成个杂杂了 你是英雄吧 不包上名号也无所谓 马上排除你们 而他便是机神觉悟 看到是极限型敌人 同地紧接了起来 又拿出了之前的冬箫 只是这次他却逼逼地催了起来 隐身而出,四只火箭筒一起发出 才入其四周形成了一个矩阵 而这便是敌机无力化装置 从容军 用高压电线做了柵栏 封锁住他 不断发送强制停止信号 可摔不过一秒 就被机神一刀破坏了 哎,哎 简威胁慢慢靠近 同地只能放大招了 出来吧 中犬败落狗虾 23号,24号,25号,合体 随着慢慢拍的机械变轻声 狂犬挨揍地狱三头犬 终于进化完毕了 哇哦,感觉很强哎 太棒了 机械人之间的对决哎 哼 竟然把狗级别的人工智能跟我比较 真让我失望 简直狗狗一跃而起 发起了攻击 都是机械人 瞧不起谁呢 而同地也拿出了铅笔核心的手枪 射出了铅笔导弹 瞬间一坨黏糊糊的东西 就斩满机神的全身了 为等其挣脱开来 那狗狗的凶猛狗袍回旋拳击 也以超齐跑了过来 趁此机会同地当机立断 就这兴奋不已的瓦钢马逃之夭夭了 但却扫了瓦钢马的信 刚刚那个第一人 你为什么不跟机械人一起战斗呢 明明感觉能赢啊 他很强啊 跟他对打的话会很费时间的 而且重要的并不是要胜利 为什么 打倒怪人不就是英雄的工作吗 爸爸说过的 因为英雄在用从大家手里收集来的钱来生活的 所以就应该努力才对 呃 虽然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把你送到地上才是第一药物 而且就算赢了 我要是受伤了 还有谁走在你前面呢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 我刚把瞬间拐了 嗯嗯嗯 你说的有道理 但两人还没走几步 就又碰到了一具怪人的尸体 诶 怪人 没事的 这是我刚才打倒的怪人 啊 仔细一看 这不是迟钝鸟吗 嗯 他好像的确说过服装来着 那个是有名的角色吗 他是一档喜剧节目《动物帝国》里的吉祥物呢 这节目因为黑色幽默太多而被禁止播放了 赤兔鸟是个很刺钝又笨的角色 所以经常死掉呢 经常死掉 对 比如撞到电线啊 或者被烧成烤鸡之类的 不过因为他很迟钝 所以下集播出的时候 就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复活了呢 复活 听词同地有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继承了那个角色的设定作为力量的话 果然下一刻他的预感成真了 成不起我 大炯也说过 克服接近死亡的地狱 就是怪人能够爆发性成长的秘诀 这件凤凰男涅槃重生 紧接成了龙脊怪人重生凤凰男 时不我呆 同地立马掏出 凝鸟娇散弹枪发起了攻击 哼哼 从身又如何 没有什么是难得住我这个哆啦哀梦蒂 但凤凰男只轻轻扇动着翅膀 愣你花里胡哨都背起一股热风吹得烟消云散了 好在同地及时曾开了防御灶 才会背着火光淹没 乘着火势简落 同地一脚踢开了防御灶的门 准备先发制人 同时嘱咐啊 干嘛躲在里面不要动 那是抗热性的材料 那你怎么办啊 火 我要再一次把这个家伙打倒 前次凤凰男又删除了热风 但是一朝鲜哪能吃遍天啊 直接那热浪被一层薄膜来做去路 又是透明薄膜吗 来确认一下吧 就用会攻击 很明显此次的重生 使得凤凰男对自身的强大更自信了 坚持同地心里有些没底 再想到这次可是有五层薄膜 便有多了分自信 等他再被撞晕的时候 就集中攻击 然后这次凤凰男的凤凰爆裂会攻击 确实直接刺穿了那薄膜 哎呦玩脱了 出于本能 同地反射性的将盾牌挡在了身前 不然可真就是一步到位了 嗯我变强了 这种万能感 实现你的所有东西 看起来全都在发光啊 哈哈哈哈 同地 骗人的吧 因为是S级英雄 所以应该没事吧 现在这个瞬间 仿佛我变成了最强 本大爷就是究极的生物啊 哎呦哎呦哎呦 别哭啊 这次我才是要让你连恐怖都来不及感受 就把你送到那个世界去呢 我才不是因为害怕而哭的 我是对自己的落小而感到悔恨 我以为我已经考虑到不测的事态了 连干部都不是的家伙 竟然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明明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种地方 既然就要必须使用最终兵器了 来吧神勇居了 咋嘞 又是怪人吗 不对 这个信号是 只见一个个机械零件 在童笛的召唤下 破图从刺而来 然后双手一挥 并由空选者开始变形组装 看招 随即一个巴掌从成彦宗献出 拍向了凤凰男那震惊的脸 不过这耳瓜子是有点大哦 那是让其穿墙断住的 用三角尺切开墙壁 一脚踹开那大洞 蓬地走近 居高领下的看着他 又恢复了以往的自信 我就猜到可能会有需要 所以就于先在基地周围的地理 让部件都待机准备了 什么啊 真是的 要是有那种东西 那咱一开始就拿出来不就好了吗 对此 童笛很事无语 不会说话就闭嘴嘛 而凤凰男却好似发现了问题所在 拍来拍肩上的碎石得意的 的确 在回收了人质小孩的情况下 把这个召唤出来破坏墙壁 然后逃跑 才是最好的方案才对 既然你没有这么做 那就是说 活动条件有很多限制 对吗 果然凤凰男一米中地 此时机器人内部那些是激伤 到活动极限还有两分三十八秒 左起眉头 童笛表示压力散大 没有时间了 必须素材素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那么 童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解决掉凤凰男吗 这期间又会遇到谁呢 这里是小门来卖聊 我们下期再见 哦 因为在昨天 汪老师又偷偷的更新了 据说其余的实力被发现了 那么下一期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啦这也是小门来卖聊 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哦 还有不要忘记留下你们的赞 拜拜 拜拜